大家從我身後的雀鳥聲 可能都覺得 或者可能都知道 現在是早上早 這一兩天 正在嘗試一個新的作息時間 新的作息時間 就是 我看了好幾本書 講那些成功的人士 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們會很早起床 有一個很出名的籃球員 不在的了 Kobe Bryant 那 他說過呢 他是很早起床 我不知道是5點還是4點起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忽然間有這個衝動 想試一下 看我可不可以早起床 所以如果早起床的話呢 是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 我想回到從前 我在 蘇格蘭讀書的時候 其實都試過一段時間很早起床 所謂一段時間差不多是 大半年 大半年 為什麼我要早起床呢 就是因為 如果晚起床的話 所謂晚起床的話 可能是8點鐘才起床 或者7點半才起床 如果你是7點半才起床的話 你吃完早餐之後 吃完早餐之後 可能快要半個小時 你8點鐘出門後 回到學校 已經有 幾多人了 如果你想練琴 如果你想練琴 你是再找不到琴房 琴房是很緊絕的 大的琴房要去預約 小的琴房就被人用了 那你就不知道對方是用多久的 那你唯有 就是我唯有 就是被人更加早起床 那其實我住的地方 宿舍呢 就是 距離那個音樂園算近的 如果走路我沒有記錯 可能都是走 10分鐘左右 但是如果我踩單車的話 可能4-5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4-5分鐘就去到學校 當然是很快的 那我就是 6點半鐘起床 6點半起床的時候 音樂園就7點鐘才開門的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 還沒到7點 就已經在音樂學院門口 然後他一開門的時候 我的目標 再不是 普通的那些 所謂練琴房 而是 劇院後面的更衣室 更衣室一定是比較大 更衣室一定是比較大 不需要 預約 平時這麼大的房間 是要預約才可以用到 如果我用更衣室 其實就是 是誰 先到才可以的 我去到那裡 我可以 7點鐘 一直練到 9點多 這樣 之後還可以 有很多時間 所以 我現在想起 如果我可以 早起床的話 剪片會 多一點時間 在家裡剪片 在家裡做事 大家 如果有做事的話 其實也是很難的 如果你想做正經事 在家裡做正經事 總是有很多干擾 反而不及得上去 公園 或者去外面 或者去一間 不知 Starbucks之類的地方 去工作 好像還要專心 前天 我6點半起床 昨天 6點7起床 那今天 今天 一下子早了很多 今天就是5點鐘起床 原本都沒有想著 今天這麼早醒 就是 不怕說 因為 我老婆 沒有 特地很早睡 不知道她可能累 鼻寒很大聲 我 想著 要起床 早上要起床 我又不是睡得好 睡得好嗎 都可以的 好的 然後 我女兒 因為 這些鼻寒聲 醒了 那時候 還未夠5點 天還未光 5點多 我已經在 家裡 樓下 如果大家有試過 早起床 可能是 通常要坐早機 才會早起床 但是 其實那個 整件事是很舒服的 即使走一下 即是 早上的 氣氛 那些 那種氣息 是 可能你會有點累 但是 你一 起床 你走幾步的時候 你就 你就覺得 不是啊 其實真的很舒服 應該要多點早起床 我不記得有沒有跟大家說過 有一個日本同事 跟我很好朋友 他就告訴我 他是 睡不著的 即是你叫他早點睡 他睡不著 總而言之 要去到 三四點才睡 那我就問他 第二天 我們有排練 十點鐘排練 那你三四點鐘才睡 那你排練的時候很睏 我忘記他怎麼回答我 可能他說有時候也是 會很睏 但總而言之 他的 他的 理由 就是說 不行啊 我太早的時候 睡不著 但是 但是 是不是一個藉口來的 就是如果大家想 試一下早睡早起 那其實就是 你要 其實我覺得做到的 如果 你想試這件事 OK 那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讓自己很累很累 你試一下不睡一天 我包你 第二天 第二晚 你可能 九點鐘已經想睡 那如果你九點鐘想睡 那你就 調教到那個時鐘 可能第二天 你真的 五點鐘醒 五點鐘也睡不到 可能四點鐘就醒了 那你 累的時候就會早睡 早睡就會早起 早起就會早睡 早睡就早起 那 那 不是 不是做到的嗎 可能 偶爾有 有些心事 你想想的時候 可能你 會比較晚睡 但我覺得 也是一個藉口 你的心事 很多人就是 啊 晚上 這段時間 好像很寧靜 那我很想 有me time 那我就 就是 看一下球賽 看一下YouTube 看一下其他人的東西 玩一下Facebook 玩一下IG 是不捨得睡 再加上 那部電話呢 就在自己旁邊 其實是一個習慣來的 一個不好的習慣 那但是 如果 你有 決心呢 去改的話呢 是沒有理由改不了的 你早睡 那你早起 那那些都可以是你的me time來的 那那些me time 其實也是 其實質素更好 是 你一天開始 就是你的me time 你會很精神的 那不好嗎 還有 雀仔聲 為什麼 me time 一定是要選擇 晚上 12點之後 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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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呢 看回 有些學生 上課的片段 會令我 再想多一次 不如有學生告訴我 雙音的問題 Double stop 雙音 問題就是 不知道怎樣 為之準 就是說聽不到音準 但是呢 我做過很多次實驗 如果我拘捕一些不準的雙音 而 學生如果是聽到的話 即是表示不是聽不到 是聽得到 那如果 自己拘捕的時候 你聽不到 那一定是自己的問題 先生不可以代學生去聽 我只能夠告訴你 告訴學生 是 一個準的雙音 是怎樣 是很和諧 很順便 是要靠 學生自己去體會 即是 好像 一個人 如果告訴你 這一道菜 是很好吃的話 他就算怎樣 形容得很仔細 但如果你去品嘗的時候 你不是很用心去品嘗 其實你都是 你不明白 你吃不出那種味 主動 你沒有決心 所以我就想起 早起床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聽音準 聽音準 和 早起床 其實我是有少少眼睡 現在有少少眼睡 一開始的時候很精神 五點幾鐘下來的時候很精神 但是 現在七點了 是有少少 一點點多眼睡 但是呢 又是 跟意志力有關 只要你有事想做 你不要輕易給自己的藉口 如果你有一點眼睡 然後又爬上床 你怎麼都會逼自己做到一些事情 似乎 有沒有一件事 是令你很想 抵抗這些睡意 睡魔去做 這段影片其實是 可以看回自己上課的情況 其實都是 對我來說是 有收穫的 希望這段影片很快 可以剪補給大家看 有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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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